无忌哥,我对不起你 爱意随风起,却不随风散 一生无忌哥哥,不知勾起了多少人心中的义男婷 一个峨眉掌门,一个名叫教主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又情意绵绵 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最后却不能相濡以沫 这场无忌而终的爱情,让人唏嘘也让人深思 小时候总觉得纸若爱得不够肆意洒脱 所以才输给了偏要勉强的赵女 长大后才发现,我们又何尝不是活成了被现实羁绊的纸若 在一天四美中,只有纸若出身最低微,命最苦 他从小父母双亡,举目无亲 在汗水深陷绝境之时,有幸遇见了张三丰 和同样是孤儿而且身重剧毒 生命垂危的小张无忌 两个苦命的孩子惺惺相惜 而纸若的细心照顾与鼓励,让无忌深受感动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无忌因为急于求医看病,匆匆踏上了前往蝴蝶谷之路 而纸若也由于武当不收女弟子 被张三丰送到了峨眉山灭绝门下 多年以后,二人再次相遇 得知无忌依然记得自己汗水照顾之情 纸若喜不自禁,脸上露出了娇羞的神情 本以为美好的时光即将开始 哪知命运的转盘却让他们渐行渐远 张无忌因为好心解救明教 稀里糊涂地站到了明门正派的对立面 而纸若身为灭绝,失态最受器重的弟子 要想在正邪两派的夹缝中 争取自己的爱情,势必会面临很多情非得意 而光明顶那大为本心的一见,仅仅是个开始 就在这伤感的时候,最大情敌赵敏出现了 赵敏归为郡主 权势地位都可以成为他追求爱情的阶梯 甚至还可以借助老爹的力量 影响时代的洪流 必要时将这些筒筒扔掉,感化对方 可是只若什么都没有 有的只是师父的各种训斥 和同门师姐的排挤 他只是滚滚洪流中一夜不起眼的扶贫 身不由己 为了让自己在这汹涌的江湖中站稳脚跟 他只能死死抓住灭绝 失态这根救命稻草 于是,当灭绝在万安寺开出与季晓夫同样的条件时 只若做出了跟季晓夫截然不同的选择 得到了掌门人之位的奖赏 不料灭绝刚刚去世 只若就被师姐丁敏君百般刁难 还发动一众师姐妹逼他交出掌门铁指环 后来又因为武功低威 被金花婆婆嘲笑为最浓包的掌门人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 无助的只若只有违背誓言 将武功盖世的无忌 当成唯一的指望继续去争取 可是因为爱得太过孤注一致又自卑 只若连赌的勇气都没有 他虽然等到机会 成功迷倒了张无忌等人 也学到了屠龙刀和倚天剑中的高深武功 却没有杀掉赵敏 而是选择嫁祸于他 结果这一举动 直接给自己留下了后患 大婚之日 赵敏突然现身 以一句偏要勉强 带走了最不会处理感情问题的张无忌 爱情大厦轰然倒塌 最后的希望成了天大的笑话 只若有如万箭穿星 他扯下封关侠佩 当众宣布与张无忌彻底决裂 张无忌纵然有天大的理由 也不该当场欺婚 随赵敏而去 这侮辱对于我 有甚千刀万挂 万箭穿星之痛 我周芷若不学今日之辱 有如此诸 从那一刻起 芷若便开始黑化 以前那个温柔善良 楚楚动人的瑜伽女还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 心狠手辣的峨眉派心掌门人 因为气不过张无忌的无情离开 周芷若开始重振峨眉 同时接受愣头清宋清书的爱 并传给他绝世武功 为了报复张无忌 周芷若在图诗大会上大开杀戒 震慑群雄 拿下金毛狮王谢逊的处理权 他要用这个瞎子的鲜血 让伤害自己的负心汉痛不欲生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黄山女的出现 让芷若的复仇计划功败垂成 不久真相水落石出 张无忌彻底消除了误会 跟赵敏重归于好 面对一败涂地的局面 和任正因离的死而复生 芷若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向少林方丈深深忏悔 然后对张无忌说出了开头那句话 后来无忌才知道 芷若至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自己的爱 他与宋清书的婚事 只不过是跟自己斗气的一场闹剧 并没有远方 因此 当无忌听到芷若说出那句无忌哥哥 我对你的爱也是刻骨铭心的话时 瞬间破防了 他知道这种痴情 意味着芷若将成为第二个国相 爱意随风起 风止意难平 其实芷若并没有输给赵敏 他只是输给了现实 他与赵敏虽然同台敬爱 却没有在同一气跑线上 命运与性格的不可控 让芷若有太多的情非得已 他能做的 唯有竭尽全力去争取 虽然最后还是不能与自己所爱之人相濡以沫 却也没有相忘于江湖 这种残缺的美 也许才是真实的人生写照 保重 芷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